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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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七啊 你可否告诉维师 你是怎么击败彭昌的 师父 弟子愚笨 这些年近情 一直进展不大 可是前些日子 弟子突然发现 能够驱使自己的法宝啊 可是维师记得 我只教你到第二层的法觉 你能否告诉你这个孤陋寡闻的师父 你是如何绕过第三层 直至第四层境界的 说 请师父责罚 责罚 被师偷役 这是我青云之大忌 青则面壁数十载 重则废其道行 逐出师门 你以为你师姐能火得住你吗 灵爱 师父 弟子无话可说 无话可变 无话可说 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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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请你守下留情了师父 师父 师父 就请您饶了小凡这一次吧 小凡 师父 守下留情了师父 师父 小凡 请师父守下留情了师父 师父 小凡 好好照顾小凡 我去劝劝你们师父 是 师娘 小凡你心意 小凡 小凡你心意 小凡你心意 小凡你怎么样 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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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真是谢天谢地啊 对了 这是师娘送来的药 快吃了吧 谢师兄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怎么觉得 我反而好些了 一定是师父刚才打你那一仗 让你因祸得福 把你肺蛮里的淤血清除不少 师父呢 他还在生气呢 是娘在劝他 我说你呀 真是倒霉 每一次都撞到师父的气头上 哦 还有啊 七脉比武 跟我们大珠峰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这不 大家都回来了 原来大家都输了 不是还有你吗 不是还有你吗 今天比武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明天啊你对战小竹风的露雪期师妹 今天好好休息 明天啊随便打打就行 千万别再欠动救伤了 师姐也输了 啊 今天 今天他还在后山哭呢 本来输了比赛 已经够难受的了 我爹还骂我 是 小凡的心法是我教的 可我这不是为了他好吗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 只不过 你那张师弟 确实赢得太过古怪 你爹才会大发雷霆 这不能怪你 灵儿 以后 不要再做这种 吃力不讨好的事了 看到你这样 我很难过 对了 才是让你与你也就是 你不可能 你是一个烹饪的 你也不过 来自我 尝病你要也得了 或是你可以 尝病我 你也得了 你也得了 怎样 我 不讯了你 那些人 我醉在城市中恍然若梦 睁开眼时光交错 一颗青茶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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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为谁使唤 北施头衣 这是我青云之大计 重则废前到他 逐出石门 张小凡 你到底休息到什么旁门左道 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不会法术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 离开一躲 爱难领埋 用我一生 陪你陪我 收到恒星都坠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这是最后一场了吧 我们大珠峰就只剩小房了 天师弟 瞧瞧你教的这个好徒弟 看来无论谁跟着张小凡比武 不在床上躺上个十天半个月 是很难再站起来的 比武比武 比的就是一个武 所谓刀剑无情啊 师兄啊 难不成还把人抓到剑律堂 治罪不成 你 关于是 法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公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传织 可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公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酱团 最后一位 他的孩子 那是 我来说 你 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羽雷真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抓到你了 抓到你了 放开 看你还跑 放开 不 别跑 抓我呀 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 娘 我出去玩了 小凡 早点回来吃饭啊 我知道了 抓不住 站住 看我还抓不到你 抓到你了 还想跑 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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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是你 徒儿 近来这一段时间 你可好 在青云门有没有学习他们的法术 没有 我什么法术都续不会 好吧 我给你的那个宝物 是否有妥善使用 你不是让我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把它扔了吧 不 不能扔 我告诉你 那个宝物以血为尽 你杀的人越多 他的力量就会越大 他嗜血成性 只要你不停地杀人 他越来越强大 你的法力才能强大 等待有一天你法力强大 我踏平青云 就指日可待了 你 disco 你 game 啊 啊 manager 我 我不是 душ 快点 杀所有人 张小凡 那是你的心魔 不要被他控制 杀所有人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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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凡 醒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小凡 师姐 这里发生了什么 这是你的心目 我们被困在你的回忆里了 必须想办法消灭的 这就是草苗村被屠杀的那一地 是我最大的 性感到 我还是要有多草苗村被认达 我们是否在家里 他就会露出 就会露出 我们是在家里的 我们是从家里去 我们是从家里来的 这些工具 我们是在家里来的 我们是从家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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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一件事情 上了 张小凡 想点高兴的事情 心魔医愿风而行差 不要被他影响 你就没有一点快乐 和希望的回忆吗 火场这么大 何才有半点希望 张小凡 张师弟大凡在这世上 就算只有一个人 与你并肩作战 你也不可以放弃自己 醒醒 张小凡 醒醒 张小凡 就算是一件事 就算是一件事 对 就算是一件事 小凡 突然是一件事 的 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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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小凡 没事吧 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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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名弟子胜出 四名弟子胜出 正是 林京宇 曾叔叔 陆雪奇以及张小凡 却因陆雪奇和张小凡 胜负难分 又未能参加最后的决战 所以最后一场 也未曾胜 清玉门是没人了吗 连那个张小凡 都能进入四墙 你知道此人 此人如何 平庸至极 不堪一击 听闻此人凭借一件 奇怪法宝 与天涯剑战成平手 而道玄以及七脉手作 查了一个月 也未曾查出个缘由来 天地之大 无边无际 自然有一些 不适出的奇珍异宝 清云其脉 也未必都知道 此人能有此机缘 怎么能说是平凡呢 听闻四名弟子 在休养结束之后 会一同前往空桑山 爹 空桑山附近 是不是要咱们 总坛的人埋伏呀 虞都城中 和欢派与万毒门的人 已埋伏很久 不知宗主的意思是 爹 不如让我去 后发制人 先发制余人 让他们交锋吧 我们暂且按兵不动 按兵不动 小凡 师姐 过来过过来 你躺了一个月才下床 瞎动什么呀 娘专门嘱咐过 你的病要安心静养 不能太劳累了 师姐不用担心 我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你那是外伤 体内经络伤得可严重了 若不是我爹娘 花了老大的精力给你救治 我看你的小命啊 就保不住了 我又给师父添麻烦了 你看你 又在瞎说什么呢 你知道吗 上次你不是跟陆雪奇比武吗 之前我爹不是打了你一掌吗 原来那一掌啊 是在帮你清淤血呢 我爹这人啊 就是太爱面子了 除此以外什么都好 所以呢 你也别怕 你是我们家的人 我爹肯定会护着你的 还有 近三百年以来 除了我爹参加的那次 齐满火舞以外 这大竹风啊 还没有哪个弟子 有你为父吧 那都是我运气好 不做数的 那也是你赢了 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还有林静雨 曾叔叔 倒是齐师兄 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 竟然败了 是 师姐 你和齐师兄 小凡 你知道吗 我跟齐师兄 真的是两情相悦 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他 可是我爹娘就是反对 不让我们在一起 还说我不懂事 这次连娘都站在爹那边 他们从来都没有这么骂过我 师父和师娘一定是为了你好 他们是你的爹和娘 肯定会为你好 不是吗 为我好 为他们的面子还差不多 因为齐师兄啊 是通天风的 所以呢我们俩在一起 他们肯定会觉得 在掌门面前丢了面子 根本就没有为我想过 真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在有这个女儿 还是在乎他们的面子 师姐 齐 好了 你也不用再劝我了 我已经想好了 我肯定是要跟齐师兄 在一起的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跟他在一起 我们已经山盟海誓过了 就算爹娘再怎么反对 就算等到海枯石烂 我们也会在一起 师姐 我知道你这个人 不管别人怎么说 只要是你决定的 谁也拦不住 在大竹风 只有你最懂我了 师姐 我祝福你和齐师兄 还是我师弟 对我最好了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有伤在身 不必跪了 承蒙师父和师娘的救治 还有各位师兄的照料 我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老七啊 为师在最后问你一遍 你这个黑棍子 到底是怎么来的 讲 那天我与师姐 去追小灰 坠入了后山 的深谷中 后来 我在水潭中捡到他 老七啊 你可知道 此物现在与你是血脉相连 只怕是血链之物啊 血链之物 那是什么东西啊 会吸食主人鲜血的法宝 就叫做血链之物 此法宝一旦吸食了你的鲜血 将把你认为主人 能够驱食此法宝 乃是我轻于门中人 所不耻的行为 自古以来 只有魔教中人方之一二 师父 弟子的爹娘和全村的人 都是被魔教所杀 我怎么可能练习魔教的功法 而且这个血链之物 我听都没有听说过 更不可能练过 我与掌门 和其他各脉手作 仔细参想过此物 这宝物看似平淡无奇 实则是暗藏杀气 以我等的修为 都无法驱动 老七啊 这事你怎么解释 师父 我确实是无意当中 得到的这根棍子 却不知为何 我可以驱动它 好 既然这样 老七啊 你随我到通天风去 至于你有没有命回来 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是 师父 是 师父 你不想让你 给你带回来 这一道事 是 师父 我能够忍不认识 这手 那我给你带回来 我可以带回来 对我 我把你带回来 我会带回来 你带回来 我给你带回来 我给你带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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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不必再试了 他没有魔器 你们都听见了吧 他没有魔器 此前我已经查过 小凡得此宝物纯属偶然 而且他更不懂什么魔道的法术 此子奸邪无比 他的话不可信 是 藏宋师弟 为何如此肯定 此子 若非有魔教之人的指点 他的法术 他的见识 怎么可能锻造出这样的法宝 所以说 他必定是魔教的奸细 苍松师兄 依你所言 张小凡 这么多年以来 是处心积虑地潜入我晴云门下了 而且他怎么敢 在七脉会武中 于众目睽睽之下使用此法宝 魔教中人行事 向来难以猜测 行为有些古怪 没什么好奇怪的 你这话说的 未免有些牵强 有些抢词多理了吧 我抢词多理 那我请问天师弟 我们正道中人 有谁会用这样的法宝 我徒弟要是魔道的奸细 师兄 你门下的林静雨 恐怕也不干净吧 你 林静雨走了 我的徒弟 岂能和你这个笨兔儿相提并论 当然 我的徒弟 比不得某人运气好 一路上 都靠着别人弃权轮口 才得以晋级 居然 好意思跟我在这儿大言不惭 难道他跟陆雪奇那一场 也是运气 就因为那不是运气 所以他才会输得那么惭 输得差点连命都没了 大宋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也想一咽一咽 我浪得取名啊 田师弟 好啊 我倒想领教领教 那就来吧 放肆 你们两个 当我这个掌门人不存在吗 掌门师兄息怒 此子所用魔法甚为阴险 我们可不得不访啊 这件事情不得不慎重决定 希望你能明白 是 掌门师兄 此子所用魔法甚为阴险 我们可不得不访啊 苍松师兄 你口口声声说这孩子 修习阴邪恶毒的法术 那么我想问 他从入门至今 到底如何阴邪 又如何恶毒了 魔教的妖术 这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这么说来 苍松师兄 对魔教的妖术 也是一无所知 怎能辨认此物是阴邪恶毒 配要诛杀他于死定呢 师妹 说这样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诸位师兄 此间之事 一来我等对血炼之物 所知不多 虽有所耳闻 但也是多为揣测 若不是 岂不是冤枉无辜 二来 这孩子年仅十八 他的背景 大家都清楚 如果非要认为 他是魔教中人 那岂不是与理不合了 师妹啊 你这么极力地 为这个少年开脱 到底是为什么 我只是就事论事 不像有些人 看不得同门别派出了人才 怕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便拿住一些小事赶尽杀绝 毫无道理 你 好了好了 怎么说着说着 又抄起来了 大家都坐吧 你 这些词 你哪有些人 你真是怎么想的 你这些人 你可抄前面 我去出了 我这些人 我看见你 我这些人 我这些人 你这些人 我看见你 巧合才得了这件法宝 也说不准 反而是我青云之福 此事我同意 苍松师兄的说法 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让魔教趁机得逞 青云是古代 正魔交战的战场 若有上古遗报 偶然被张小凡识得 也是很有可能的 掌门师兄 这些日子 我和苏儒 一直在为小凡疗伤 其间也曾探查过 他的内功修为 这孩子的修为并不高 此次获胜 这法宝固然重要 但究其缘由 那是因为 他有一颗无畏之心 一个武功并不高超的弟子 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毅力 一路打入此墙 这么好的成绩 我们能说不算就不算了吗 不能言而无信哪 这么多年 我们师徒形同父子 我十分了解这孩子 虽然说有些愚钝 但心性还是很纯良的 掌门师兄 我愿意性命担保 张小凡语魔教 绝无瓜葛 我也觉得 张小凡 不像是魔教中人 这黑棒虽然力量强大 但却内敛其中 不似我等以往见过的魔教凶 凶相毕露 力量无比强大 掌门师兄 魔教中人凶险恶毒 我们是宁可杀错 不可放过 沧松师弟 你在说些什么 掌门师兄 做主就事 小凡 你先起来吧 多谢师叔师伯 多谢师父 按照赛前所言 胜出的四名弟子 可于九仪鼎中 学习我派至高的功法 一才 参见师父 各位师叔 你带小凡前往峰回峰 并通知其他三位 胜出的弟子 于九仪鼎中学习功法 小凡 把你的黑棒留下 是 来 你 叫计刑 我 只要过 那大家都不确定 你 你的黑棒 就不确定 这就是 你 他 你 这么说 我 他 你 你执教我派刑罚一百多年 遇事公正怜悯 韦兄心中十分地钦佩 可是你这十几年来 杀性欲胜 力气渐重 韦兄心中十分为你担忧 你可知道 苍松失言 知错了 师兄啊 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表明 张小凡他已经入了魔教 可毕竟 他与此物相处多日 万一将来有一日 他因为此物而入了魔 那又该如何是好 为方隐患 我看不如就将这张小凡 逐出我们清运门 凭什么 我大逐风这么多年 才出现这么一个优秀的弟子 继位入魔 那就是凭自己的本事胜出的 凭什么将他逐出师门 凭什么 各位师兄弟 要不这样吧 我先将这法宝 带回到峰回峰 内子和犬子 平日里专好喜颜各类法宝 或许能参详一样 倘若此法宝无害 我再将它归还大逐风就是了 这样也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话 一念成执着 沧海变荒漠 轮回中 我像飞鸟听我 记忆中听我 电影站住我 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 听雨深定 看花开惊动 谈昨日怎么只剩闻过 难断的轻松 某种的暖和 一场梦谁都无法触摸 我醉在城市中 恍然若梦 睁开眼时光交锁 一分清照了红 一颗心照了红 谁为谁是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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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昏弱 有我一生陪你挥霍 收到红星都坠落 谁为谁是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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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昏弱 谁是昏弱 谁为谁是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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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为谁是昏弱